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王欣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欣欣 在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就是介绍经纪人的段位呢 这里面呢 我就有提到过啊 经纪人 保险经纪人呢 有的呢 拥有很多的这个执照 比如说EA 税务师 还包括呢 CPA 当然还包括呢 就是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个人理财服务当中呢 能够拥有的 应该算是最高的一个执照啊 那今天呢 我就开始考这个执照 并且呢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那第一步呢 肯定呢 就是安排时间啊 并且呢 在网上寻找课程 而且呢 我认为真正的考试啊 是从这个第一步 从你开始找课程 安排时间就已经开始了 好 那在之前的这个 EA考试的这个分享中呢 我就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安排时间非常重要 因为呢 这个考试啊 它不是说有些考试 不是说随便就能考 像你比如说 地产执照啊 保险执照 这些呢 你随便考 你可以随时约 全年都能考 但是呢 像EA考试呢 它每年呢 就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 是不能考的 那么对于这个CPA 对于这个CFP考试来说呢 每年呢 它只有三次 三月 七月 和 十一月 所以呢 你要安排好 而且它的课程非常长 所以你一定要安排好 那么 当然现在呢 是九月初啊 现在我录视频的时间 是九月初 那我预计呢 应该是明年啊 就是下一年 二五年的十一月 开始考这个试 为什么呢 因为三月肯定来不及了 那七月呢 不太好 因为七月孩子们都放假了 六七月 他们五月底就开始放假了 那我带孩子玩 也不能复习 所以说呢 我觉得十一月就挺好 十一月万一考的不好呢 来年三月再考一次 好 那网上选课 网上有很多的选择 你可以自己去搜啊 包括搜了很多 看到很多网页啊 说top5 top10 等等等等 然后推荐的包括了 我看到这个Delton Delton Delton这个课程 还有呢 叫 Kaplan 还有呢 叫American College of Financial 等等等等 最终呢 我选择了 这一个 叫做Boston University 选择它 为什么选择它呢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啊 先说这个上课的形式啊 这个上课的形式呢 基本上呢 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 每周有 网上 有老师 真的老师给你带 就是 他有他的时间 比如说每周三周五 晚上七点到九点 他 这时间你不能错过啊 那这个它给你带 带你讲课 然后呢 做题 这个是有进度的啊 这个会 价钱会贵一些 这个应该是 大概是八千多 当然每家公司不一样 另外一个呢 就便宜一点啊 也自由一点啊 就是没有进度的 它都给你资料 整个 你所有资料都能 都给你自己学啊 你自己可以慢 也可以快 你自己安排时间 当然里面也会有这个视频 这个题什么的 那这个呢 就便宜 大概是六天左右 那当然我是心里知道 这个有真人带 肯定是最好的 因为他能够督促你啊 尤其是那些 不是那么自觉的人啊 督促你 然后你 你没有借口 你必须得跟着 跟着这个进度走 这其实应该是最好的 并且我有教你做提升的 但是呢 我这个真的很忙 也有孩子 而且呢 我也觉得哈 再加上我这个十多年的 这个在这个行业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 自己还行 反正每天我们做的工作 也都是这个保险呢 这个 这个养老金规划呀 这个退休计划呀 省税计划呀 遗产规划等等等等 这个教育基金 所以说呢 应该还算是本行 所以说呢 我就选了这个 Boston University的 这个没有进度的 这个 这个学 这个课程啊 下来呢 总共下来是四千九百九十五 而且呢 他还 对 他还有打折扣啊 这也挺吸引我的 而且呢 他还带 他还带这个书本 就是书本给你寄到家 因为其他的这个课程呢 你光要书的话 都好几百块钱 这个挺贵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挺好 并且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review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CIP这个课程 时间很长 内容很多 最后 你学完之后 他会给你review 就是 就是相当于是 有点像高考那种 带你复习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很重要 那这个 这个Boston呢 他本身呢 就自带的这个review 你不用再花钱买了 这个四千九百九十五 都带在里面 同时呢 我还看到这个Doughton Doughton这个课程呢 你可以专门买这个review 而且呢 它是有实体的 就是你可以去上课的 就在纽约 纽约大学就有 我还可以顺便去母校看一看 大时间呢 在明年的九月份 我觉得 我学了一年 学到明年 差不多九月份的时候呢 哎 我再去上一个 这个实体的这个课 这个课呢 是一千四百九十五 买上了这个课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实在还不行呢 我还可以 再买一个Caplan 这也是很好的 我的印象里 我基本上 所有执照都是从这儿学的 这个里面 它还有review 是在网上的 时间呢 是在十月份 那就算把这所有的 都加在一起 总共加在一起呢 也就八千块钱 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还有 我有这个课程 自己安排的课程 同时我还有三个review 我有Boston 我还有Dowton 还有Caplan 三个review 再加上书本 我觉得呢 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review呢 其实我是确实很看重的 我觉得这个书本的东西呢 是很有系统性 但是呢 没有重点性 因为没有 你不知道考哪 然后这个review 这个做题呢 是全是重点了 全是考点 但是呢 它也不系统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review 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选了三个 三个review 加在一起 我觉得 把这个重要东西放在后面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好 这种规划呢 我觉得自己很满意 好像感觉都成功了一半 那这个我多说一句 就是我之前很多的这个 分享各种考试的经验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 你能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 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什么什么 考试的什么的 提什么的 倒不是说我不能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要考这些 尤其是这么高水平的这个执照 你连这种最基本的这种信息 检索能力 筛查能力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也不容易考过 而且呢我说了这个考试 其实从这个一开始就开始了 就是考他不光考的是这些题 而且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 我就在这个搜索公众 我还发现有一个东西呢 有个网站叫CFPboard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board 就是说CFP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不是一个执照 它不算一个执照 它没有一个什么监管 它不算一个执照 它只是相当于一个board 就是这个网站呢 你你你登录进去 你会看到它有很多的这个话题 有论坛 有大家有交流 但是它没有说 去卖一些什么东西 让你去学什么的 那当然我也肯定是注册了 先注册再说 那说到最后呢 我也没说这个CFP 到底是这个做什么的 也没说这个 这个七个课程里面 都分别包括什么 这个下期再说 等我开始学的时候 我现在就开始要学了 学的时候呢 我再慢慢的分享 等我有心得的时候呢 我就会及时的更新 最后呢再说一下呢 如果有哪位考过CFP的大神们 请不吝赐教 让我也少走点弯路 一些经验分享给我 如果呢正好呢 有要考试的伴儿呢 你赶快咱们加个微信 联系一下 咱们相互鼓励 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王欣欣